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 我們現在打一下七瘋王的災惡集齁 其實我是想要幫大家實戰一下這三人組啦 分別是金子還有他的爸媽秦賀跟智納都的部分齁 那想來想去也真的不知道放到哪一隊神隊裡面 就想說啊 那放十下比較熱門的靈蜜好了 然後打七瘋災惡集 因為七瘋災惡只有神龍獸妖可以進去啦 就剛好靈蜜的好夥伴 魔族的遺願被擋在外面 沒有辦法進來齁 然後我也想要順便幫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腐化龍科就只帶附隊的一顆 我方這邊完全不用帶 是可以算輕鬆過的 因為這三個傢伙其實很會擠掉狀態啊 三隻開一開是有四個buff 所以在關卡裡面混蛋值就可以比較不用擔心 而且他們的減CD機制也還算蠻強的齁 那龍科的部分我基本上剩下都是帶蛋糕啊 靈蜜有帶上自己的武裝這樣子 如果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等關卡裡講齁 就是為什麼他可以很厲害的去擠掉這個狀態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先把火珠左一顆右一顆放到右下角去 我這邊要稍微偷一下回合齁 對那剛好上一期通行陣好像也沒有幫大家實戰到啦 所以這張通行陣的凱拉也剛好藉由這個機會來稍微實戰一下下齁 好那這邊原則上就是對面打到你兩下之後 我就會開始進攻了齁 原因是因為二血有一個守消指釘3C啊 那凱拉就可以直接用來無視顧C齁 好接著這邊的話呢我直接補一個靈蜜下去 好這邊我稍微來疊一下火珠 喔對這個就是近期八他在講的坐牢嘛 那個天降加上追打的時間 喔你只能乖乖等他降完打完 欸什麼事都不能做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把那個凱拉補下去 好然後我們就要來擠狀態了 開的順序的話會是爸媽先開 好這樣就兩個狀態 然後女兒最後開 女兒最後開的話是因為那個 只要爸媽有在亢奮狀態 他又會有一個增加10C 所以就等於說女兒一個人有兩個buff 欸這樣子就直接把左上角的混蛋值擠掉了齁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直接來正常轉 連擊同等的話 那個靈蜜隊伍技內建有無視掉 然後顧C就是靠著凱拉了齁 欸我這邊還剛好轉到連擊同等齁 對可以無視你只要有消到10顆珠子是可以無視掉的齁 好這邊帶過去 對而且你看這個增傷幅度其實也不小齁 講真的 好接著這邊去手銷水目光全部 光 我在思考的是要不要稍微疊一下下齁 好稍微疊一下好了水目光 欸這邊OK 對阿當然我沒有要說這三張一定很強強迫大家一定要練啦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他有用是因為我們角度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們在拍影片的話 會盡量想要以平民為主啦 那這種路邊撿的到的卡有這種等級老實講是真的還不錯了齁 好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靈密然後要稍微疊水珠 好這邊要疊水珠是因為那個齁 就是你沒有辦法帶上好夥伴遺院啦 所以這邊沒有辦法去發動那個無視反手消 好這邊要稍微疊一下 對那你如果覺得三人真的太綁的話 至少把風神拿起來 因為風神算是神族第一張可以解除風暴的卡齁 對我知道有些人會想到那個啦 奧米加獸 可是那個到底算不算其實我也覺得很尷尬 因為他是要龍跟獸合體 變成奧米加獸神族才有解除風暴 好來這一關碎裂加15C我們先把靈密開下去 那這邊靈密開下去只要空轉 就一定會有15C齁 原理就是他本身的固定版面 再加上他隊伍技的那個左到右會掉水火木光暗星 各時刻 所以這邊一定會有15C 只要空轉就可以了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先偷一回合 好再一次 就等到CD1再進攻這樣子齁 好那這邊會剛好跳起來我們就一樣 爸媽再開一次 然後這邊再補女兒下去 好這邊的話就直接送給他就可以了 對那個連擊同等就讓他自己去無視掉齁 讓靈密自己去無視掉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接著第五關這邊的話是要消那個印記 好那這一關有所記 我想要稍微提到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啊你是金子先開的話 因為他只有金子才有解鎖 如果你是先開金子再開爸媽的話 buff就會少一個囉 因為爸媽沒有在亢奮狀態裡面嘛 所以加10C的那個效果就會不見 好這邊的話我先讓第三直行有辦法再掉兩顆木珠下來 哇剩下木珠我們先疊到邊邊角角這樣子 我們就消這個2C橫行 讓他可以再掉兩顆木下來 好這樣等一下會比較好疊一點點齁 好來這邊再一次 就疊一下木珠這樣子 讓他疊到那個10個印記 好這邊沒有一回合疊到是沒有關係的齁 因為你只要護盾他有一點在齁 就可以扛下任何的傷害 即便是無視減傷也是 所以不用擔心 好這邊9顆 好那就剛好齁 幫大家示範一下真的不會怎麼樣 所以這邊我就稍微再疊一下印記 記得不要手銷到木就好了齁 因為你手銷到木他會先反擊 你護盾就直接破掉了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大力轉啦 對這邊有確實的把傷害扛下來齁 好 要進攻的時候就記得不要去消木 其實應該說整關都不要消啦 就不要消就對了齁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來接著第6關 第6關這邊的話是滿版 然後他有這種不能消的凍結 我們就直接用靈蜜去把它移除掉就OK了 好這邊先帶走 來接著2血齁 這邊的話三人組又會跳回來 我們就一樣爸媽然後女兒下去這樣 OK這樣又把混蛋值擠掉了 好那這邊23 只要你的護盾還在這邊23是可以直接轉的 所以不用擔心齁 50 14 17 20 23 好OK 對他會反擊啊 可是你數字轉對他是不會打你的齁 所以我們這邊只會扛住一下 只要你數字轉的是對的話啦 好然後他反擊過來護盾破掉 我們就直接把靈蜜再補下去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一步解數字23齁 這當時在示範年度黑金的時候也有幫大家做過這個動作 好來這邊的話就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7關 第7關就是不要去手銷到水珠就可以了 這邊是小怪關齁 然後9CE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靈蜜就是會天降的隊長嘛 好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第8關 好第8關這邊工錢加拼圖 其實如果你是有帶腐化的版本啊 這邊金子你可以留到這時候再開 因為只要有消到5顆神竹竹 這邊是可以直接無視工錢的齁 那拼圖的話就是 呃 金子可以無視啦 但是靈蜜內建也可以無視 那這邊因為我們帶的是沒有腐化版本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先讓他打過來齁 好那打過來之後我們就直接全力進攻就可以了 對回血也不用擔心齁 因為我們血 呃 應該說符石啦 符石有拳堅拳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沒有一波帶走 沒事齁 好接著二血這邊我們先偷回合 等到那三人組再跳回來 一回合就剛好偷一回合齁 好一回合之後呢 這邊我們把他打開 打開 好然後女兒補下去 好然後我們把靈蜜也補下去 還記得嗎 當時在打這邊的時候 因為那個結界地的關係齁 就會直接 最直接的影響靈蜜不能天降這個選項齁 所以buff可能要吹的很大 那這邊現在buff也是吹的很大啦 只是那時候的buff還有包含龍科 這時候就可以不用龍科了齁 傷害是可以直接灌過去沒問題的 好第九關 好第九關這邊的話呢 就是不要去手消到火就可以了 顧C就藉由那個來無視掉吧 藉由凱拉 藉由凱拉 通行陣的凱拉 好這邊就直接垂過去沒有問題 來接著來到王一齁 好那王一這邊的話我們就先補一隻靈蜜下去齁 先把這個凍結移掉齁 好然後這個珠子稍微去把它削一削 好 好 接著二血的部分齁這邊的話是要放那個角色珠進去一下下就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補一個靈蜜 然後我們就抓隊長的這一個 然後去把他放到格子裡面 因為隊長這隻會追打無鼠啦 所以就是讓他去打齁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通行陣的凱拉關掉 我們先補一個靈蜜下去然後再關凱拉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木珠跟水珠都炸掉就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因為那個靈蜜內建也有無視瘴氣 所以這邊不用擔心碰到瘴氣 雖然固定版面也不會再碰到了吧 接著這邊的話是直接幫你附加消除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補這三隻下去一次 然後補了之後呢這邊我們就是不要去手消掉水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過一回合他們三隻 兩隻兩隻又會跳起來就可以剛好拿來做王冠的最後一波增傷這樣子 好而且其實這邊的話是不能補靈蜜下去 因為補靈蜜下去的話只轉的到兩組 那個欸 只轉的到兩組十字阿 新珠好像也可以拿來消啦 就是 對有消到新珠是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補靈蜜下去是ok的 好但是這邊的話我想要幫大家示範一下就是補這兩招增傷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就隨便抓一個角色珠下來 盡量是可以把新珠蓋掉的那一種 然後我們去轉到三個十字 連擊同等是可以無視掉的 所以這邊不用擔心齁 好這樣子ok 看起來還行 好 好啦那這邊的話就是幫大家 稍微實戰一下這三人組齁 嗯這個增傷不錯 就直接帶過去了沒問題 好啦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